哈囉大家好我是馬居老師 今天要幫大家講解的動作是超冷室 那這個動作會針對我們全身的協調 然後還有核心做訓練 那接下來我們會先從四足跪姿開始 還要注意你的手腕跟肩膀在同一條直線上 然後你的膝蓋跟你的髖關節在同一條線上 雙腳跟骨盆一樣寬 雙手跟你的肩膀一樣寬 好這邊要注意你的脊椎要延伸 所以你的腰不會塌陷也不會過度的拱背 找到你脊椎自然的位置 然後視線看向電子的前方 那一開始你可以先把你的左腳往後延伸 身體不要歪掉 保持你的核心是繃緊的 好慢慢的讓你的右手也往前 當你保持穩定以後 試著讓你的左腳向上提起來 所以這時候你的臀部跟大腿的後側的核心 都會開始工作 吸氣的時候看向前方 吐氣的時候讓你的膝蓋跟手肘往中間靠近 穩定 下一個吸氣再延伸 吐 鼻子吸氣 嘴巴吐氣 嘴巴吐氣 再次吸 胸口推高 吐氣 好我們一邊可以做12到15下 然後再換邊就會完成囉 那大家看完上面的講解後 接下來我們可以一起試著做一遍 那一樣來到四足跪姿 確認一下你的身體的基本的位置 在正確的位置上 好讓你的左腳跟右手向前延伸 吸氣 吐氣 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呼吸的長度 然後去做速度的調整 重點是你的呼吸跟你的動作要融合在一起 吸氣拉長 吐氣 再五下 不用急 如果你的核心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有點不穩 這時候你可以把你的速度放慢 最後三個 吐 最後一下 吐氣 可以Hold住3 2 1 放鬆到硬額式休息 好 等你準備好以後我們可以再捲起來 然後換邊 把右腳向後延伸 好 注意你的重心不要太往前也不要往後 全程你的肩膀都會在手腕的正上方 左手向前延伸 準備好吸氣 準備好吸氣 看向遠方 吐氣的時候crunch 3 注意我的後腳都是往後往上踢的 不會這樣軟軟的 吐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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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三個 一 吐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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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到20下 那你可以做兩到三組 然後這個動作會加強我們全身的協調 核心穩定 還有包含你的大腿的後側還有臀部